2019年已经过半 环球金融家和大家一起来为上半年的外汇市场做个总结 并重点展望下半年全球主要货币的走向 整体来看 上半年外汇市场波澜不惊 波动率不算高 市场炒作焦点主要集中在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英国脱欧上 年初 美国总统特朗普炮轰美联储要求降息 不过当时美国经济数据尚可 美联储也咬牙支撑 美元指数呈现出高位震荡上行的态势 这种情况下 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遭到普遍压制 全部震荡走低 5月底 美联储政策形势突然急速转向鸽派 之后官员们更是决定下半年将会降息 美元指数出现掉头向下的迹象 英国方面 受累于脱欧 久拖不绝 英镑持续下挫 即使在美元有下降迹象的情况下 依然未能改变颓势 步入下半年 由于美联储大概率会降息20到50个基点 美元指数极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下跌走势 与此同时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制造业数据出现明显的下滑 这更将拖累美元走弱 因此环球金融家认为下半年非美货币将迎来一个上涨周期 首先我们来看欧元 最近一个月欧元表现不错 尽管欧洲经济不佳 同时也受到拖欧事件拖累 但作为美元最大的对手盘 短期来看欧元还有进一步走强的空间 相比之下 日元上涨的空间可能更大 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 美元对日元走势基本与美元指数重合 下半年美元走弱 势必带领美元对日元下跌 英镑方面 拖欧还没有完成 其截至日期是10月31号 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推进到这个点 只要拖欧顺利完成 不管是硬拖欧还是软拖欧 当前被过度看空的英镑 必然迎来它的反弹 且潜力较大 总的来说英镑短期内不太景气 但中期表现值得期待 最后是澳元 前三种货币都有上涨潜力 但澳元恐怕就不太乐观了 从数据来看 澳洲经济疲软非常明显 澳联储降息幅度可能会超过美联储 因此下半年 澳元对美元可能会继续承压下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 全球金融市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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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